恩典365 每天活在神的大能和祝福里 我们常常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但是把这一句话放到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相信那些大能 什么叫大能呢 那个大能常常是超过我的能 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来想说 这件事情要这样要这样要那样 可是神做事常常是不照 不被我限制住的 他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超越我的能 我们常常讲说在我不能 在我的神凡事都能 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 当我们凭着信心可以进到神超自然的大能 你知道什么叫自然 超自然的大能就是神迹嘛 就是神做的事嘛 自然是我们看的习惯 有人这样讲我觉得讲得真好 自然是我们看的惯 已经看习惯的神的作为 而神迹是什么呢 是我们还没有看惯 你不习惯 每天太阳会从东方起来 会从西方下去 我们觉得很自然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就是神的作为啊 为什么太阳不会 不会跟着地球 绕着太阳转的时候 不会乱转呢 那就是神的作为啊 神有非常多在大自然里面 让我们看到的很多奇妙的作为 只是这些作为 我们看惯了 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作为 是我们没有看惯了 说怎么会这样呢 那叫做神迹 其实自然也好 不自然也好 都是神的作为 神是做心事的 所谓的心事 就是你以前没看过的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事 所以因为没有看过 心里面常常觉得不大可能吧 但是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 那个心事是超越我们的经验值的 自然是在我们的经验值里面 觉得这样很自然 因为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超自然 是超越我们的经验值 但是为什么会超自然 因为神本来就不被你 我的经验限制住 你就会经验神做很多的大事 好像 约束亚在面对五国联军的时候 神对他说 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可是约束亚自我盘算一下 觉得说不太可能吧 我们这一群人做不到这样吧 五国联军这样过来 他们实力太强了 那怎么可能是必无一人 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我读给你听 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一节 发生了一件超自然的事 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 这五国联军逃跑 为什么逃跑呢 明明是大军过来 比我们更强更多 为什么他们忽然逃跑呢 因为神伸手介入 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爆 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 打死他们 被冰爆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神伸手介入 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突然下起冰爆来 冰爆为什么打在敌人身上 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说 冰爆被冰爆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 上帝就是告诉以色列人 你觉得我们的实力很小 敌人好强 我告诉你 不用你们的实力 上帝从天上降下伏兵 那个伏兵竟然是冰爆 而圣经上讲说 那个冰爆像石头一样 像石头一样 你要从天上扎下石头来 主伸手介入这件事 这件事一点都不自然 那个时候 不应该是下冰爆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地区为什么冰爆 刚好就下在敌人身上 很多事情都没有道理 都不懂为什么 但是那就是神伸手介入 你相信吗 神可以伸手介入你事业的困境 神可以伸手介入你婚姻的难题 神可以伸手介入你人生的黑暗 神能 但是你信不信 你会不会放手 把我的事业交给神 婚姻交给神 儿女交给神 我这个人交给神 经历神的大难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愿你今天的话 进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信心 种在我们里面 愿意放手 因为在我的神 岂有难成的事呢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愿主对你说 在他岂有难成的事 上帝祝福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